继续节目时间 今天会再看看元朗鱼800单位的质素和设计 业主一手介意药膜700万买入单位 打算自住 单位实用面积700多尺 三房间隔 专家认为发展商没有考虑到厨房空间有限 厨柜和牢具的摆位不理想 而且厨房里没有生窗 担心不够通风 新地元朗鱼800由8月中开始入伙 代理说现在有大约四成业主已经收楼 今次再检收一个单位 在一座的低层实用面积716尺 长方形的客饭厅大约200尺 景观没有上次看在二座的单位那么开药 只是楼望楼 整体手工就和上次一样令人满意 但也有一些设计不够细心 打开厨房门就知道 因为这个就看到一个牢头在这里 正常如果煮饭是什么要先关门呢 如果不关门就顶着它就很阻挡 不想打开厨柜都有困难 这扇门因为开了出来 这些柜桶都开不了 其实这扇门和加上这个牢头的位置 设计的位置不是很理想 见到这样的情况 专业主都有意换到烫门 不过測量师提醒 原装的门是防火设计 想换的话就要符合同样的要求 要做烫门都可以 不过就要做一个同样规格的防火门的烫门 在香港做这种烫门就不是很常见 是有人做 不过我相信会比较贵 而且一定要找到一个合资格的承面箱 去帮你安装 还有找到有防火证书的门才行 这个就可能复杂了 就算做了烫门又怎样呢 可能烫门你都会放在室内 可能有分厚度 其实走进来 一样会觉得很逼业 厨房另一个问题是通风不够 这只直枪是紧窗 开不了 平日煮饭油坚大 可能要打开工作平台的门通风 但是万一打风下雨 就只能够靠抽气线 何具业建议可以在这架枪的中间位置 开一道关窗 下面有一个窗 而这个窗下面是可以开的 不过要留意 这个小小的改装 涉及小型工程 要先得到管理处的同意 单位间价属于三房套房年储物房 业主去年已大约700万元买入 车价大约9800多元 两间小房分别大约50呎 而主人房大约80呎 比例上似乎小了一点 可以想象到 日后放了睡床和衣柜 都会很逼劫 导致这里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设置架装在洗手盆柜里 根换麻烦之外 拉一拉就会这样 浴缸墙边的砖 增加了金属条 可能会影响到防水效果 这条金属条后面的石头 究竟它吻好那些蜡味 现在被一条金属条遮住了 我没办法知道后面会造成什么 但是这里有很大蜡 如果里面真的有洞的话 就会有一些漏水的危险 水进去就会沿着石头 背落浴缸底 浴缸底就会氧水 要看看浴缸底的防水做得好不好 如果防水出了问题的话 有机会滲出房外面 或者滴墨落下都不奇怪 检查之后 发现浴缸底有沙石 要找发展商清理睡 另外客房其中一只窗的防水胶有气泡 要找发展商整条起出来重新折过 穿了防水胶 都不可以说它有8%的防水功能 这些防水胶穿 其实短期来说都未会流水 不过过多两年都完全失效的时候 就有心水的可能